大家好我是一鸣 在12月31号2021年的最后一场的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呢 我有两个提问 那么这两个提问呢都是和立陶宛有关 我们还是带您首先看现场 谢谢发言人 奥亚卫视记者提问 据报道立陶宛的财长斯凯斯特近日表示 立陶宛正在考虑推出一项1.3亿欧元的援助计划 支持受立中外交关系影响的立陶宛企业 想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谢谢 立陶宛政府本来可以用这笔钱来改善民生 抗击疫情提升边境难民生存状况 却选择用老百姓的钱包为政府的错误买单 如果立陶宛政府真的想对相关企业表示支持 就应该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力出发 回到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 与中国发展各领域友好合作的正道上来 好 请你提问 谢法人 奥亚卫士记者提问 30号台湾地区外事部门对美英法德四国外长 共同发声支持立陶宛表示赞赏 并呼吁成求民主伙伴一道支持立陶宛 应对中国的外交和经济威胁 请外交部队友和评论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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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关于立陶宛和台湾当局 我们真的是已经说的不少了 那么在2021年的这最后一天呢 我们其实只有一句话想来表述一下 那就是咱们中国有句老话 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者 终将被历史所抛弃 新的一年 我们祝大家一切都能顺顺利利 祝大家身体健康 和家团圆 那么当然呢 相信大家在过去的这一年 也有非常多的付出和收获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呢 能开创一个更好的局面 我从这里也想了解到能量的最后一年 简中的我们的一年来 现在能够走一样